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配上天使回应战斗卡 爱的吸引力法则卡 还有字卡 总共有三个选项 都是不一样的瓶子图画 对应这次的主题凭着目前的直觉 心中想着问不得大 当下的你最想多看几眼的是哪个选项的瓶子呢 选好了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一下已经准备好了的时间走 这次要车的主题是 它会主动联系你吗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帐篷的主题是 它会主动联系你吗 说成预牌卡一起来看 看这个天使回应牌卡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 你要问的这个它是否会主动联系你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一组的你 看一下它是否会主动联系你呢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肯定会哟 放心 它觉得现在是最佳的时机哟 再看 如果你相信的话 它很快就会行动的 要保持自信 保持信念 所以呢 你不用着急的一直吹它 给它一点空间 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 它会主动联系你哦 肯定的答案 所以呢 你别胡思乱想的一直去吹它 或者是吹它的 如果你一直就是没有耐心的话呢 会把事情变得更糟哦 是不是 现在呢 最好就是再忍耐一下 再等待一下 对方一直有这个计划 打算去联系你的 因为呢 它认为现在是最佳的时机了 如果你保持自信 保持正面乐观的去相信的话 你们的感情会发展的更好 看塔罗怎么说 它会主动联系你吗 可以选到第一组 看有什么补充 这个人呢 它就是在 在胜利的 就打仗回来了 胜利了 再看 它要把幸福带给你哦 很快它会采取行动的 把好消息带给你 所以它需要你耐心一点哦 你放心吧 在他心中 你是一个很令他满意的人 他好喜欢你 有结婚的念头了 想让你们的感情可以定下来 他其实是不太喜欢 就是一直 太强势的人哦 所以呢 要相信他对你的热情 是一发不可受似的 不用一直就是怀疑他 只疑他对你的爱 当你没那么强势的话 他会更多的就是 表现出他脆弱的一面哦 就有时候人与人相处呢 就是一方太强势 另一方就不甘示弱的 那么就惨了 所以呢 这个人呢就是 他是吃软不吃硬的 如果你对他没有那么强势的话 他会更多的对你敞开心房哦 再看 你们的感情在往好的方面进展中了 恭喜哦 很快会发展成灵魂伴侣那种存在了哦 给选到第一主义 陶罗派卡来看 他会主动联系你吗 已经说了 主题派卡是很肯定的答案 这个人呢 他对你是自在必得的 他把他的事情忙好了之后呢 他会打就是以一个 就是打胜 这个派卡就是他已经去 打仗回来赢了 要去找你哦 去给你幸福哦 所以呢 耐心一点哦 不要一直就是吹着他 这个时候呢 你越是有耐心的话 你们的感情会发展得更好 要保持乐观正面的 去自信的去相信他哦 不要一直去怀疑他对你的爱 他对你的热情是一发不可收拾的 所以不用一直去强势的质问他 去怀疑他 这样子会令他想要疏远你哦 他呢 把你看成是他的梦中情人的那般存在哦 对你他是很满意的 他甚至有打算跟你定下来 跟你结婚了 你们的感情已经往好的方面在进展哦 所以如果当你就是愿意调整一下 让自己没有那么的强势的话 他会反而就是对你更多的去找开心房的 愿意示弱的告诉你 他需要你 他不能没有你哦 你们的感情慢慢的再发展成灵魂 帮你哦 恭喜哦 看资卡怎么说 也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还是爱着你的 就好像过去那样子 他对你的爱一直没有减对 你是他们中情人哦 你真的是一个宝哦 他把你看成是宝 现在无法跟你在一起 有他的原因了 不是因为不爱你了 别胡思乱想 他无时无刻都被你吸引着 他觉得你是一个好有吸引力 好有魅力的人 有一天这个感情会变得更稳固起来的 他会努力让你有这一份安全感 他想要再三的确认一下 你对他是怎么样呢 你对他的感觉还有吗 他好担心 没有你的话呢 他的日子是非常灰暗的 自从遇见你了之后 他才找到光明 他对你完全是专意的 别再质疑他的爱了 你们之间可能有一些误解哦 就是有一些人跳玻璃剑 就是出现了一些小人 想拆散你们的 所以别那么容易的去 受人影响哦 给选到第一主意自可来看呢 他第一句就告诉你哦 不管你们经过了什么 不愉快的事情 他还是深爱着你的 就好像过去那样子 他对你的爱没有减退过 你是他的愣中情人哦 你真的是一个 保他把你看成如猪如宝 那样子的珍惜 现在无法跟你在一起呢 一定有原因的 是无可避免的原因 希望你别怀疑他的爱哦 他不是不爱你 他是真的有其他的问题 需要他去面对处理 如果可以选择 他也很想一直黏着你哦 他无时无刻地被你吸引着 你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哦 他就是无时无刻都会不停地想起你 总有一天这个感情会变得更稳固起来哦 他要给你这一份安全感 在没有见面的日子 不知道你怎么想呢 你是否也是对他的爱已经动摇了呢 他好想再确认一下 你还爱着他吗 他的世界本来是灰暗的 遇见你 他才见到光明哦 他真的不想失去你这一道光 他对你完全专意忠诚哦 或许你们之间出现了一些误解的 所以请你别那么容易去听别人的谣言 去听别人想跳跛离间 想拆散你们哦 看这个神域牌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一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好了 这张牌卡是关于自由哦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嘛 所以不管关系变成怎么样 就算是已经老夫老妻 还依然是不同的个体哦 要尊重彼此的空间 再看还有什么呢 多一点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对方哦 也可以通过交流沟通呢 去给对方多一点的了解自己哦 通过就是互相理解 问题可以更好的解决 用爱呢去转换吧 清醒的意识一下 需要转变的地方哦 转向更有爱的方向 最后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一组一起来看 好了 这张牌卡的到来呢 就是恭喜哦 你就是这个感情 会有很多丰盛 令你满意的事情会发生的 所以呢 就是保持正面哦 心态去迎接这一些美好哦 福气是有的 就看你要不要愿意去 往这一方面看哦 事情都有两面 好了 这就是这一次的占卜哦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清静的心 跟对方一切困难 都顺利的度过 保持喜乐的心 过好每一天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咱们的主题是 它会主动联系你吗 抽神域牌卡一起来看 看这个天使回应牌卡 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 它会主动联系你吗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二组 看你要问的这个 它会主动联系你吗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你继续的努力吧 你已经往好的方面在发展了 注意健康哦 你身边其实有好多贵人 愿意帮助你 现在也许不是最佳的时机 得选到第二组 它会主动联系你吗 这个人就快要被你打动了 他很快会要下这个决心 做这个打算去联系你的 所以呢不要灰心 不要放弃 你继续的努力 你已经在往好的方面 现在进步中哦 你很快会得到对方的信任 很快会令对方对你动情哦 但呢在努力的同时呢 也不要忘记照顾自己的健康哦 你可以啊 就是适当的运用你身边的朋友 很多的贵人在你围绕着你 愿意拉你们的红线 愿意给你帮助的 现在不是最佳的时机 去一直就是逼供 或者是一直去 强逼对方要为你主动什么 就顺其自然一点 对这个感情发展会比较好哦 看塔罗怎么说 可以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他会主动联系你吗 看有什么补充 这个人他还弄不清楚 到底你们之间是怎么回事 他还不清楚 他对你是有爱还是喜欢 还是只是欣赏 他还搞不清楚 给他一点时间哦 这个是求爱的牌卡 他可以感受到跟你之间 很有暧昧 很有浪漫的气氛 很有恋爱的气氛 就有一点模糊哦 月亮牌卡就是一张 很模糊的牌卡哦 就你们之间暧昧不轻吧 或者是你已经告白了 但他还是不太确定 他对你的感觉 到底是爱还是喜欢还是欣赏 这一个人内心是超级没安全感的 他不想来得快去得快的一份感情哦 他要与有一个稳固的基础 或者是很多的确定的 他才会愿意去接受一份感情 现在你已经在往好的方面在进行了 对方已经慢慢的对你更加的有信任感了 所以保持自信的继续努力哦 再看 现在呢 就是可能遇到了一些挑战 你们之间有一些情敌的出现 可以以一个比较自然的态度呢 跟对方多一点的沟通哦 再看 对方其实有很多话 不太方便说给你听 他是一个很注重安定感的 所以 他可能不方便去说 就是 他还会完全信任你之类的这种话 再看多一张 他不相信你 他就担心你对他的爱是三分钟热度哦 所以他需要再观察一下 这张牌卡代表着他就是眼睛被蒙着的 所以他看不清楚真相是什么 他不敢乱采取行动 给选到第二组 他会主动联系你吗 暂时呢 他要主动呢 还需要一点时间哦 现在可能不是最佳的时机 但你已经在往好的方面进步中的 你已经在慢慢的得到了对方的信任哦 他已经就是 开始对你已经就是有关注着你了 以塔罗派卡来看呢 这个人他还弄不清楚 到底你们之间是怎么回事哦 但跟你之间很有浪漫恋爱的气氛 这个月亮牌卡的到来 觉得你们的心蛮遥远的 就是他走不近你的心 他弄不清楚 你对他是一时之间的 就是三分钟热度 还是玩完的还是认真的呢 他还弄不清楚哦 因为他这个人其实是很没安全感的 他不想一份感情的太快的就 来得快去的快 他不要这种感情哦 但你自信一点哦 你已经 他对你的印象 对你的评价 他现在慢慢的在加分了 你们之间可能有 出现了一些挑战哦 有一些情敌的出现 所以呢 你也需要呢 就多一点的跟对方沟通哦 而不是去说一些尴尬的话 就是说一些比较自然的 保持友谊 那种 就是轻松的那种气氛 他有很多话他想说呢 就是他表达不出来 他不方便去说 他其实呢 还不是很信任你哦 他不相信你会死心 他地爱他很久 他要的是一份 可以走得长远的感情哦 他现在呢 还弄不清楚真相的 给他一点时间哦 现在不是最佳的时机去 让他来那么多的去主动哦 但你别因为这样子 而心会易冷的 你继续的这样子 跟他保持友好关系 你们的感情会变得更好 看资卡什么 说给选到第二主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只想要让你知道呢 就在此刻你看着这个视频 他也在想着你 他有在留意着你 关注着你了 你带来的爱 你带来的温柔 温暖了 令他感觉到自己 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哦 他真的弄不清楚 到底你要的是什么 你给他一种很模糊的信息的 他已经改变了 他觉得你需要给他空间 他想要一点空间 他知道他初心大意 有一些的事情不应该发生 对不起他好忙碌哦 现在他要把他的事业放在第一位 让他先忙好他的事业吧 他想要愿意的 跟你再尝试一下 他还会完全放弃你哦 他相信你能够做到哦 就是他觉得他对你很有把握 你做的任何事情 他都愿意支持 给选到第二主 一字卡来看 这个人的第一句他就说 他有在留意着你哦 就在此刻你看着这个视频 他也在想着你 你带来的温暖与爱 令他感觉到自己是 全世界最幸运的人哦 但他就是弄不清楚 到底你们之间怎么回事的 你给他一种很模糊的信息的 他已经慢慢的为你改变了 但他现在是想要你给他一点空间 分开是有必要的 所以不用一直连着他哦 不用太紧紧的逼着他的 令他就是会有自喜感哦 他知道有一些事情 他不应该发生 他知道他出心大意 现在呢 他需要更多的空间 先去处理好他的事业 他的收入 他最近比较忙哦 所以对你说声对不起的 他还没有对你放弃哦 他愿意再尝试一下 跟你擦出火花 他对你很有把握哦 他觉得你好优秀 你做任何事情 他都愿意支持 看这个神域牌卡 怎么说 也选到第二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 好了 又关于信任哦 你们之间 这个信任的话题 课题是比较重的 就是在你们之间 也许如果还未发展成情人呢 可以先当个朋友 去获得对方的信任哦 或者已经成为情侣都好 不管在哪个感情阶段呢 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再看还有什么呢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嘛 所以你可以勇敢地去做你自己哦 对方不想太做做的人 再看 保持笑容 保持乐观 你会更有吸引力 最后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看 给选到第二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的 这张牌卡就是 公平地去做你的决定哦 做你认为是对的决定 并且呢 就是坚持你的信念哦 这张牌卡就是 最好不要双标吧 就是可以 考虑一下对方的感受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就是与对方的感情 可以变得更稳固起来的 每天都过得开心快乐 谢谢收看你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咱们的主题是 他会主动联系你吗 抽成一牌卡一起来看 看这个天使会硬牌卡 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 你选到第三组 你要问的这个人 他会主动联系你吗 抽一张主题牌卡 可以选到第三组的你 一起来看 他是否会主动联系你呢 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哦 需要获取更多的资讯 对彼此的了解不够深 但你们之间很有浪漫的气氛哦 再看 最佳的时机 给选到第三组 他会主动联系你吗 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哦 他对你的理解不是很深的 他不太清楚你是否愿意让他主动 所以呢 他就可能在没有把握的情况底下呢 他不会那么就是主动对你哦 但你们之间是很浪漫的气氛的 你们之间是有爱的 现在就是最佳的时机让你来主动了 看塔罗怎么说 给选到第三组 你要问的这个 他会主动联系你吗 要打铁趁热哦 现在是最佳时机哦 他觉得你给他一种好特别的感觉 在其他人身上是找不到的 但由于面子问题 他就算爱你爱得要死 想你想得要死 他也会憋在心里 一直不肯行动 内伤了 再看 等到内伤也还未行动 你已经成功把他的心偷走了 他其实是在盼着你能够主动哦 有很多的话 藏在心底 一直等着机会想告诉你哦 太多想要告诉你的话 在他的眼中 你是一个很迷人的人 你有好多的追求者 所以他自卑地认为 如果他主动的话 你会觉得他很多疑吗 所以他不敢 他也很想 就是自己可以变得勇敢一点哦 他也很不想 他也很不喜欢那么爱面子的自己 他在努力地想要为你改变 但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每一次跟你团聚跟你见面 他都好开心 你是那么的阳光 那么有趣 幽默的人 谁都喜欢你 但你怎么会看上那么普通的他呢 他就是自卑地认为 你可能会觉得 他太主动进去 你会很厌烦 所以他不敢 就是太多的主动哦 给选道理三主义 达罗拜克来看 他会主动联系你吗 这个人呢 他觉得他遇到了他的真爱 你给他一种好特别的感觉 但是由于呢 你是万人迷 有很多喜欢着你的人 所以令他就是退缩了 加上他又爱面子 他怕自己会遭到你的拒绝哦 所以呢 他不敢乱采取行动 他也很不喜欢这么悲观 这么就是自卑 加上又爱面子的自己 他也很努力地 在想要改变自己哦 他对你的热情已经多到呢 要受伤自己了 但其实是这样子呢 他还是留守在原地 那样子远远地去 看着你 盼着你哦 他等着你主动 他就算等到内伤了 也还是不肯采取行动哦 这个改变是需要时间的 他在默默地等待着 你能够注意到他 然后呢 就是接近他 你已经成功把他的心偷走了 太多太多的话没有告诉你哦 别看到一副没有表情的样子 其实他对你心中的 想告诉的那一些肉麻的甜言蜜语 一大堆的 每一次跟你相聚呢 他都特别的开心哦 你是一个好阳光乐观 很幽默感的人 人间人爱车见车在的 每一个人都喜欢你 他身边的朋友也在挂着你 也在喜欢着你 所以呢 他担心 他自己比不上别人 会遭到你的拒绝 看自嘎怎么说 也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干自嘎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连做梦都会梦见跟你亲嘴哦 跟你亲吻 他觉得他的心在你那里了 就算没有见面 你已经把他的心偷走了 太多太多的话没有告诉你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他在为他的过去慢慢的痊愈中哦 就可能他遇到了情伤吧 还未完全痊愈的 他怕再次的受伤 太多太多没有告诉你的话 觉得你们之间 有一些遗憾的 跟你分开的日子呢 他一点都不好 说哦 他多么的希望 就在现在都可以在你的身边 他不会放弃努力 去争取你们之间的幸福 只有愚蠢的人会坠入爱河 而他呢 他已经成为心甘情愿 去为你做傻事的人 就这个人就完全表达了他的心声 他觉得跟你分开 现在跟你分开总好过 得到了却要失去哦 如果有会失去 那倒不如不要开始哦 他就是以一个悲观的 去认为 就算跟你成功走在一起 也会注定分手的 因为他就是自卑的认为 你不会爱他很久 给选道立三主义资格来看 这个人他就是 连做梦都会梦见跟你亲嘴哦 他是那么的迷恋着你 你已经把他的心偷走了 就在此刻 他多么的希望 你是在他的身边的 跟你分隔两地 一点都不好受 他也不想跟你分开 他也很想主动的去联系你 去跟你约会见面 实在有太多太多的话 没有告诉你 太多你不知道的事情哦 因为呢 他对你隐藏得很深的 你可能表面上看不出来 他对你这么深的感情 加上他从过去的情伤 还未完全痊愈 所以呢 这个人他很怕再次的受伤 他不敢太多的主动哦 尤其是当他认为 他自己可能不是你会选择的人 但他没有放弃哦 他还在不断地努力的 努力的想要争取 跟你之间的一段幸福 他觉得只有愚蠢的人 会坠入爱河 没想到 他自己遇见你的之后 他也心甘情愿地 去做了很多的瑕士 他就是自卑地认为呢 就是如果一份感情注定 要分手的话 那倒不如不要开始哦 所以他就是觉得 就算成功跟你开始 也不会长久 所以他就不敢太多的主动 看这个神域牌卡怎么说 但这个天使牌卡 是鼓励着你主动哦 现在是最佳的时机了 你们之间是好友爱的 看神域牌卡 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 第三主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讨 好了在任何的情况底下呢 都要弄清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哦 不要因小事到 不要因为小事呢 去失去了更重要的事情哦 很多事情是我们是无法控制的 那么就顺其自然一点哦 不一定什么都要按照的计划进行哦 再看 尝试看是否能够宽恕对方哦 或者是从过去的伤痛走出来的 让自己更有 更大方的去 从过去的怨恨脱离出来哦 最后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好了这张牌卡是说 就是保持正面的去 看待你们之间的问题哦 无论现在有多恶劣 多糟糕 多困难 都要相信事情在好转的过程哦 好转也需要时间嘛 所以好的事情是需要时间的 耐心一点哦 好了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过一个充满享乐的人生的 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 快乐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还有留言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